日本首相兼职人星期五宣布辞去日本民主党领袖职务 这实际上结束了他的首相任期 对兼职人政府处理3月11号地震和海啸的方式 存在广泛的不满情绪 兼职人因此而面临辞职的压力 在度过6月不信任投票这一关之后 兼职人说如果三项重要法案获得通过 他就辞职 这三项法案是第二次补充预算法案 特立公债法案 以及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案 星期五后两项法案获得通过 预计兼职人将在日本民主党下星期一选出新领袖后 正式辞去首相和民主党领袖职务 此后日本国会议员最早将在下星期二投票 选举民主党领袖为首相 到目前为止财务大臣野田佳彦 被认为最可能成为日本五年来的第六任首相 正式辞职务大臣野田佳彦 在下星期三项法案获得通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